其实这是一个冷门的一个专业 社会上我觉得应该说是有很多人不知道 飞客、船榻跟装表 它其实包含了三种的记忆 那我们先说客 那么客它从西汉开始 在东汉得以发展 明清了书法的普及和成熟 那么客铁制风就是大盛起来了 它是因为客时的出现 大家就感觉石碑是永存的 它不像纸张 它容易腐烂 碑只能看 但是我们的手里没有这个内容 那我们就开始要什么 船榻了 所以根据大家需要发明了这个船榻 把内容都复制下来 然后你可以保存 可以去搞研究 那么我们的背贴它表的一个装表 其实从书画装表里面延伸出来的 发展成自己一个 有自己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工艺 我今年51了 然后我从事背客船榻 而且装表记忆呢 已经有30年了 船榻呢 我们首先是用我的生鲜子 裁了跟那个石碑大小差不多 略大一些 进水 把它打湿了 然后再上到那个我们的石碑上 等差不多有八分干了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上墨 干了以后呢 再把它戒下来 背贴它片的常见的装蒸形式有蝴蝶褶 金褶装 还有一个叫缩衣表 还有一个整表 蝴蝶褶呢 它就是整张的塌片 也可以经过拖 也可以不经过拖 直接可以折叠 折叠成一个本子一样的大小 经典的就是金褶装 金褶装有一个好处 它可以从第一页展平到最后一页 看起来很方便 就像我一样的一样的 我可以做到一样的 帖子是质帖子 有点 但我可以做到一样的 你觉得这种就不得了 它是不得了 是不得了 你觉得它是不得了 有点 是不得了 我会让它画得了 經典的一個裝裝形式就是金褶裝 我就首先要脫紙上墻 乾了以後下墻 最關鍵的步驟是什麼呢 定位準確 一本本子是怎麼樣的一個寬度 當然根據它的內容而決定 之後我們就開始滑褶線 折疊就層側 最後我們就裁切這個紙板做個封面 那就可以了 我感覺我只要能夠做得很粗色 我都開心 就所有的淚全沒有了 就因為我喜歡這個工作 今天我說正常踏得非常的漂亮 自刻得也非常的跟圓基一模一樣 那我就心裡就是再多的辛苦 我也沒感覺辛苦了 我認為從事每一項技藝的工作者 他必須有精益求精 追求卓越的內容 才能把這個工作 把相機做得更好